这几天生活在加州的有一家中国人在美国火爆全网 一个美国记者把这一家中国人的行为拍成视频放到网上 目前这条视频点赞量还有评论量都非常的高 评论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是潜的这一家的行为 视频拍的是在加州开卡车的一对夫妻 去领一所学校专门针对家庭困难的学生或者老师而设立的食品救济 这个救济站主要是给那些经济面临到困难需要帮助的学生提供免费的食物 当然领取是有条件的 首先就是要求你必须是贫困家庭 而且必须是学校的老师或者学生 而这家人拼在这所学校上免费的英语课 但在美国领取这些救济的时候是不会去查你是否真的贫困 是否真的是学生或者老师 可以说大家都全部是靠自觉 但这一家人不会放过任何一次食品的救济和当地的食品银行 食品银行我没见过 我听说就是专门针对有困难的贫困者设立的超市 里面有大量的食物就为免费自由拿取 这家人每次去拿一边拿嘴里还说着 虽然是免费的我们要尽量少拿点 但拿完之后回到家摆了一桌子 拍视频再往上炫耀 从视频里看是一点没少拿 但在美国他们一家收入确实还不错 他们有其视频我以前刷到过 就是赛收入的 印象中说是不算自媒体的收入 光是开卡车 夫妻两个人一个月就是一万七美元 他们一边赛自己的高收入 一边还领着穷人等着蓄秘的救济 这一家人之前都是正常领着 可没想到这次被记者盯上了 刚好他们这次领完救济之后呢 就马上开车去澳来狂买各种名牌 其实这一家中国人在国内的那个视频网站 也是有一百多万粉丝的 估计很多人都刷到过 可以说是妥妥的大网红 所以绝对不属于贫困家庭 反正这事我觉得是有点有损形象 其实我也是一个喜欢耗羊毛的妈妈 看过我视频的人都知道 喜欢耗各种羊毛 我也认识很多在美国生活的华人 都是勤俭持家 我们平时喜欢逛打折店 经常买东西之前 先找商家提供的那些coupon 也就是国内说的那些打折券 优惠券之类的 不管你有没有钱 这些都是可以用的 是没有门槛的 就是商家吸引消费者 购买的一种营销方式 但是我们从来不会去领取 不该冒领的救济 占不该占的小便宜 那些食物可以说是贫困家庭 拿来救命的东西 虽然这是别人的行为 人家也没有违法 而且贪婪的确是人的本性 但我觉得你既然出门在外 不管你是出国旅游 还是出国留学 再或者是工作生活的 在众多外国人眼中 你就不应该做出太出格的事情 不管你是否已经换了国籍 但你的黑头发 黄皮肤 黑眼珠是永远改变不了的 你的中国人的面孔 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外国人评论这件事的时候 不会去说你某个人怎么怎么样 而是会统一在前面 加个中国人这个称呼 丢人不是丢自己的脸 会影响到我们一整个群体的形象 所以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我们一起聊聊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